如何将书法的特点表现力融合到绘画中 一直是中国画家们努力追寻的方向 将书法融于绘画 更容易为文学和绘画搭建一座彼此沟通呼应的意境之桥 所独具的形式美感成为中国人特有的审美方式 也是品鉴中国绘画的重要标准 在十三十四世纪之交 正值盛年的画坛领袖赵孟甫甫 用这幅秀石书宁图表达了他书画同源 以书入画的创作理论 为后世提供了可借鉴的充满形式感的一个标准模板 这幅图卷如今藏于北京故宫薄月 赵孫甫甫在为止上次提到 石如飞白目如咒 写足海语八法通 若也有人能会词 方知书画本来同 其中石如飞白意思是以飞白的笔法化石 相传东汉的书法家蔡庸 看见工匠用沾热白粉的肘刷墙 从而获得了灵感 创造出一种飞白书 这种书法的方式在行笔后 笔画中会出现部分平行的枯丝 夹杂着丝丝的白痕 古称飞白 目如咒 意思是用写大传的方法来画树木 咒是春秋战国时期流行于秦国的一种字体 以称作大传 赵孟甫甫的意思是画枯木时用中锋写大传的方式会出 这样点滑凝重 顿挫有致 写足还与八法通 意思是用书法中的永字八法来画足 永字八法是指书写永的八种笔画 以及与指向对应的八种书写方式 赵孟甫甫的这首题画诗 表达了他对文人绘画技法的全面总结 结合所绘对象的不同形态 用书法中的草书 历书 传书 砍书 等各种笔法描绘对象 也就是他倡导利用书法特有的线条和节奏美 参与塑造物像 表达文人心中的审美意趣 这种创作理论 为唐宋以来的文人绘画 找到了现实的方法论 也确立了此后 元代文人化发展的新趋势 北京故宫所藏的这一卷 秀石殊灵图 大约创作于1301年前后 这时的赵孟甫大概46岁 在台北故宫 还收藏由赵孟甫类似构图的另一幅 舒宁秀石图利柔 作于大德三年七月 即公元1299年 这幅画中对山石树木竹等等的处理方式 也充分体现了他这一理论 画中用淡墨枯笔 信手勾勒村点 写出山石枯木野草和修竹 苍静而简易 秀雅并静体 有关赵孟甫的创作理论 欢迎您查阅我的中国美术史新年文章 谢谢您的收看 小红书